起了话题 连演艺圈也吹起了游戏游侠风 流畅的动作 华丽场景 这款以武侠小说为体材线上游戏 攻测之后立刻在网路上爆红 爆红的程度就连咱们省化一哥 肖敬腾也迷上了 干脆用歌声来加持一番 不仅歌坛 甚至武侠戏剧在拍摄时 还参考了游戏动画 现在拿戏剧还有游戏画面两者相较一下 果然看出许多相似之处 游戏的代言人 首先他要在当地具有知名度 陈乔恩恰恰也是台湾人 不管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应该来说都是很多观众 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游戏画面可以如此出神入化 靠就是这群拥有5000人的精英团队 甚至一举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 如今透过代理进军台湾 更是气势如虹 对于台湾市场来看 我们觉得首先端游还是占领一定的份额 第二个来说对于手机游戏的部分 那么台湾也在一个蓬勃的发展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会继续把优秀的产品 包括端游戏业游 带到台湾市场来 从线上游戏到演艺圈 这股武侠热潮正滚烫发了当中 东西晚留下也许书名 再见